探秘道德经 老子的无限智慧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一次超酷的时间旅行 一起去探秘一本有着超过2000年 历史的神秘书籍道德经 别急 我知道你可能会想 这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啊 但信我等你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会发现道德经不仅深浪 还能在生活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哦 首先让我们解决一个大家都好奇的问题 道德经到底是本什么书 简单来说 这是一本由古代大智慧老子所写 主要讲述如何达到道和德的最高境界的书 好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还是挺抽象的 就像是你在考哲学时 明明看着题目却完全不知道怎么答 但其实道德经理的思想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超有帮助 比如他告诉我们要无为而至 这可不是让你啥都不做 躺在床上变成一个土豆 而是告诉你 有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顺其自然 不要过度干预 就像是当你的室友忘了洗碗 你可能会想要去抱怨一番 但有时候给点时间 事情就会自然解决 想想看大学生活中 我们多么容易被成绩 实习恋爱等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 道德经就像是那个在图书馆角落 一边触引着茶一边安静看书的学长 提醒你放松点顺其自然 你想要的 终会到来 现在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遇到过 当你停止抢求 结果反而比预期的还要好的情况呢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我会在下一期视频中分享 其中一些超赞的故事哦 道德经还教我们学会以柔克刚 是的 你没听错 就像是在一场辩论赛中 有时候最有力的反击 就是一个平和的微笑 和一个深思熟虑的回答 它教会我们在面对挑战时 不仅要有力量 更要有智慧 好了 今天关于道德经的探秘之旅就到这里 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从古代穿越回了现代 希望你能从老子的智慧中 找到一些灵感 帮助你更好的享受 和应对大学生活的挑战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见